各位觀眾 大家好 又是我CAMMY 最近大家都是經常在家 就沒什麼好做的 我也是這樣 所以家裡有新買雞蛋 所以吃飽飯又想吃甜品 所以這次就做多這個 沖繩黑糖的燉蛋 我想這個東西對大家來說 應該不難做 因為只需要雞蛋 水和糖就可以搞定了 讓我試一口 看看有沒有味道 因為要蒸熱就會變熱 但我喜歡冷的 所以要冷的吃 所以要預算做 好 先筆一匙 表面看起來就好像有啡啡色 就是因為我用了沖繩黑糖 好 嘗嘗 入口非常滑 黑糖的甜味慢慢滲出來 甜味剛剛好 不是非常滑 好 嘗嘗 說一下怎麼做 今次這碗就用了四隻蛋 四隻蛋就可以煮多兩碗 因為蛋和水比例是一比一 所以一次煮兩碗就最好 如果一次煮一碗 可能會浪費火 那些煮一碗 首先把四隻蛋打入一個碗 就差不多一碗 這樣就用第二個碗 就量 差不多一分兩碗的水 接著就加糖 最後呢 把水和糖和蛋放入一個大碗 攪拌均勻 之後呢 想滑一點就可以隔一下 就可以讓它再滑一點 再加一兩個碗 之後蒸它10至20分鐘 直到完全沒有 直到你覺得它硬 這樣就可以放進雪櫃 就可以放進雪櫃 當然呢 要用保鮮紙 去包好 就不怕蒸的水 就滴進去 這樣呢 你喜歡吃就可以趁熱吃 然後呢 就試一下雪櫃 這樣一個簡單又好吃的甜品 就做出來了 又有營養 這樣蒸上來呢 蛋又不會太螺 太粗 而且又好吃 又有營養 糖 糖那方面呢 其實什麼糖都可以的 看你有什麼糖呢 我家裡剛好就有通吃糖 真的好吃 本來沒有吃過這些甜品 我睡覺很喜歡吃甜品 我睡覺很喜歡吃甜品 最近沒有出街 所以連汽水也少喝了 想著吃炸雞 又沒有炸雞泡 其實不是 是冷出街 不想出街 昨天呢 都想著去街 不過太懶了 所以拿回家 想著吃太子那間炸雞 不過25元一隻雞 可能也有點貴 這個燉蛋這麼好吃 我吃一百碗都可以 我吃一百碗都可以 好了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下段影片再見